党政部分关注的是备战2024 国民党成立了中央选战策略汇报的统筹立委的初选咨询、协调等等作业 不过这十人小组的名单却引发了党内的不满 传出新北市议长长跟黄在常会上面是怒唱 不能够接受傅坤齐在名单上面 北市议员钟佩军他更开出了第一枪辞去文传会的副主委一职 他就点明了说立委傅坤齐是球员兼裁判 台南市的前议长他曾经有社会选案 要怎么样来批评跟监督民进党的黑金问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才刚喊出团结 党内旧报分裂 院中常会上通过中央选战策略汇报小组 同仇立委初选和协调作业 但成员名单一出 北市议员钟佩军不满开第一枪 宣布辞去文传会副主委一职 李全教进入选战策略汇报 未来可能会操盘台南市的立委提名 那么从此时此刻起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立场去监督 去指责民进党黑金 傅坤齐委员自己参与提名 自己角逐提名 大喇喇的球员兼裁判 请问公平性何在 毫不客气直指名单中 包含曾社会选案 入狱的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 操盘台南市立委提名 站不住脚 傅坤齐同样有入狱前科 甚至球员兼裁判 还有选册会成员 平均年龄68.2岁 也让党内有杂音 你看到这个选册会的名单 我自己是有点瑟瑟发抖 都已经服刑完毕了 所以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争议 我们也感谢他 呼吁现在只有团结 还是团结 名单不只新生代不满 传出新北市议长长跟黄 当着朱立伦和傅坤齐的面呛瞎 名单上另外九位都可以 唯独傅坤齐不行 选册会成员拿 好 谢谢 背负很多的这些各界的骂名 选册会从一路 也必须要来承担 提名还没开始 光是选册会名单 先让党内掀起茶壶风暴 这才被撞报道